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邻近的国家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尼 透过地图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新加坡的面积真的不大 它大约只有700平方公里 而且它的土地面积小 再加上它的国土里面 没有大型的河川还是湖泊 所以这个雨一下往往就流到大海 水根本留不住 但新加坡人他们很有方法 他们在2002年 政府订立了四大水猴政策 包含它跟邻近的国家马来西亚购买进口水 他们也开发新生水 另外他们也把海水淡化 同时也扩大集水区的雨水收集 来确保这个水的多元化 画面中我们看到这两瓶水 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特别 但其实它的来源意义很大 它是把这个工厂 还有家庭的废水污水 经过进化处理之后 变成了可以喝的这个水很特别 而这就是这个建水的工厂 游客去到那边都可以拿一瓶水 喝喝看这味道到底怎么样 我问了主持人 外景主持人说他喝了 感觉味道就跟一般的淡水 很像几乎没什么不同 另外这个地方好像在海对不对 其实它是新加坡的水库 刚刚有提到新加坡的面积根本就不大 怎么盖水库啊 所以这个水库就盖在海上面 非常的特别 接下来我们就赶紧跟着外景采访团队 无质疑登映中 一起去新加坡 看看他们如何在有限的水资源当中 创造无限的资源再循环 这里是新加坡经济的元气 只是时空移转 过去商船云集的港口 变身为观光景点 换坐观光船 穿梭期间 再与游客欣赏沿河景致 但时间回到19世纪 这条新加坡河 却是污染严重 历经十年的清河运动 才还给新加坡河一个干净的面貌 这个节目叫做EcoTour 航空公司核对好我的资料之后 就会发给我这张登机阵 虽然还是有纸张 但是比起传统机票要节约的多 接下来靠着它 我就能上飞机了 我现在已经抵达新加坡的张仪机场了 虽然是室内 可是却好明亮 但不是开灯 我们抬头看这些反光板 就是它让阳光可以洒进来 所以政府只要有空的地 它就绿化就种一些东西 对 它不会说这样子放着荒烟漫潮 不会 这个机场我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 就是好绿哦 我现在只是在马路旁 还不是公园哦 可是你看树木都长得这么高 围持了一个林蔭大道 完全有被树包围的感觉 新加坡的绿化是只要有空间 就有绿树 新加坡绿化做得有多彻底呢 我现在在一个停车场 我要带大家去这个停车场的顶楼去看看 登登登登 有没有像来到公园的感觉呢 穿了绿衣的屋顶 为的不只是美化而已 还帮建筑物降温了 新加坡善待环境的方式 还有他们的用水习惯 等了十秒 水龙头才滴下一滴水 里面一直蒸 水表里面一直蒸 就不会这样走得这样快 用这样的速度滴上一整天 只能装满三分之二桶 但这就是科水源 一整天的用水量 冲凉我通常会站在这边 站在这里面 那么个肥皂水 第一遍肥皂水 我就会倒在这个桶 那你怎么冲凉呢 用这个桃咯 要用瓢子咯 用瓢子这样冲咯 万一是说我的水喷出来了 是吗 这样咯 这样咯 我就会用这块铺咯 所以这些水你还是要流 还是很少让它流流掉 用的每一滴水都要留住 所以家里大大小小的盆子 都是它的省水装备 第一遍洗澡的肥皂水最脏 用来冲马桶 冲洗这个厕所 第二遍水已经比较干净了 拿来洗衣服 最后凝干洗好衣服剩下的水 用来浇花 所以每个桶子里面的水 都要重复利用的好几回 这样的用水方式 让它的平均水费不超过台币 23块 真正水费是五毛八分 上个月的水费只有五毛八 一块钱都不到 我最高的 其实这几年来最高的是一块 一个月花一块钱的水费 为这样的省水 因为六年年代新加坡水荒 无水可用的苦日子 他经历过 我是用水车推 但是你懂啊 以前的路没有这么平坦 我一辆车是六桶 从那边推到我家已经剩大概四三桶了 水都垫出来了 一定垫出来的 那么所以你想想 我一晚上要从 大概从十一点这样 一直要推 推到凌晨三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这么节省水 喝水源 这个名字就像命中注定 他要对水特别珍惜 但要一般民众节约用水 新加坡政府寄出高水价 那你的水费呢 这个四口之家 每个月的水费 已经比台湾贵五倍 但用水量 只要超过20立方公尺 还要多付水费的30% 作为耗水税 新加坡是一个小岘 它是很浓烈的 因为我们有压力的污渠 所以它是很浓烈的 而且它是一种烤烈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洗澡 所以我们用很多水 但是我们试试剪掉 解决水资源问题 靠民众养成节水习惯 还不够 因为新加坡水源 比例占最高的 还是进口水 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辛柔长蹄 一旁的水管 日夜无休地 输送来自马来西亚的水 这个供水协定 分别在2011和2061年到期 但是两国对水价 经常意见不合 如果没有继续续约 将会对新加坡 带来重大冲击 长期仰赖向马来西亚 买水的隐忧 让新加坡誓言 要开发出 确保水资源的解决方案 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 开启新加坡海水淡化工程 把海水变成淡水 更进一步地从既有资源中 争取循环再利用 在新加坡有很多像这样的沟曲 它不是河 精确来说应该算是条水沟 涨潮的时候由海水流进来 像现在是退潮时间 水面上漂浮了很多白色的泡沫 主要就是来自附近居民的家庭污水 这些污水 新加坡没打算让它流进大海 而是透过地下污水管 集中到废水回收场 处理过的水再送进新生水场 经过三阶段的过滤消毒 原本的污水已经进化 变成可以喝的饮用水 新加坡称这个开发出的新水源 叫做新生水 新生水的品质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97%的新生水 用于需要纯净用水的晶圆厂和电子业 剩下的注入水库 所以目前新加坡人喝的水 已经有3%的新生水混杂其中 但民生用水光靠新生水只能满足全国30%的用水量 雨多但面积少所以没有足够空间可以把雨水流住 所以在新加坡有很多像这样 看起来像是湖 但事实上它是一个蓄水池 把珍贵的天杖甘霖搜集起来 雨水一年可以为新加坡带来2400公里的降雨量 这个重要的水资源让新加坡把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都拿来除水 滨海堤坝新加坡最大集水区 用350公尺长的水坝把滨海湾水库和海水隔开 直接把汇流到大海的河流给包起来 但被包起来的水还是盐度极高不能喝的海水 这道闸门就扮演重要功能 闸门高度根据长潮时的最高水位而设计 所以可以阻挡海水进入水库 低潮期降雨会放下闸门收集雨水 高潮期的雨天闸门会打开释放多余的水 靠着这样的循环才短短两年 水坝里的盐分已经完全排出 变成一个纯粹的淡水库 滨海堤坝由这九个罐形钢杂组成 把海水阻挡在外 而堤坝里面的水就靠雨水慢慢冲淡变成淡水 所以从水面上的颜色您就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在我左手边颜色比较深的就是海水 在我右手边颜色比较淡的就是已经净化的淡水了 滨海堤坝这个位在市中心的水库 解决了新加坡迫切的缺水危机 除此之外它还具备了提供水源 防洪还有休闲油气的功能 但下雨过后的雪库却变成了一个流动垃圾场 这个蓄水池的旁边就是一个码头的观光区 有许多的餐厅 其实在这里有很多游客会来到这边游玩 相对的也制造出不少的垃圾 你可以看到这旁边的阶梯上 就有非常多的垃圾 等到一下大雨 这些垃圾就会被冲进蓄水池里 每天16艘政府打捞船 在蓄水池上来回巡逻 从输送带捞起的垃圾 一天就有10顿的垃圾量 垃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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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政府还有民间团体 从13年前就开始加入轻运行列 创办人Ugen银行退休之后 创立了水域监督协会 号召对守护河川有兴趣的人一起加入 志工议员的Jennifer是菲律宾人 她爱护河川的心并没有因为国籍而有分别 所以不用上班的休假时间 就是她做志工的时候 这个团体的成员虽然都是志工 却很专业 他们还透过检测水质来监督水域环境 我们现在在检测水的清澈度 那零是最轻的 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应该是11点多 11点多就代表 好像我们用肉眼能看得到 它不是说很轻 它是蛮 蛮 蛮无浊的 蛮无浊的 所以没有垃圾 当然就代表陆地上有人丢垃圾 所以这个团体的志工他们会利用周末假期骑着脚踏车来到这里 做什么呢 就是沿着蓄水池的周边把看得到垃圾捡起来 骑着铁马在河两岸巡查 眼睛注视的不是沿途景色 而是散落在不起眼角落的垃圾 这群默默奉献的护水志工 用行动守护河川的捷径 也让大家能看见河川的美 因为水很珍贵 所以我们看见新加坡 对于水不止开源 更是做到节流 接下来赶紧欢迎外景主持人志宜 永林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志宜你今天出门一定很充满 你把家的水桶都带来了 对 这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影片中看到 那位非常珍惜水源的科水源 他一天的用水料 而且还不是装满整桶 大概三分之二桶 就是他一天的用水料 可是即使把这个水桶都装满 还不够我洗一次澡 对 其实我也是 像我都是淋浴 大概五分钟流掉的水 就有十公升这么多 真的 所以在台湾真的好幸福 那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 这个人他们在干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1960年代 新加坡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水荒 所以民众必须要提着水桶 到这个水车前面等着装水 所以你说1960年 所以表示在很久之前 新加坡人他们对于水的问题 就很重视 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次 新加坡的采访当中 我们记录了他们两种用水的方式 所以像画面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 这个就是在洗车场的洗车 是 我觉得很矛盾 刚刚不是说很缺水吗 他们这样洗车好浪费水 对 没有错 不过事实上 因为如果你想要省事 当然就把车子交给洗车场 但是我们也在他们的政府组屋 盼到他们另外一种的用水方式 因为新加坡80%的民众 他们都是居住在政府的组屋里头的 这个组屋的停车场 都有规划一个洗车区 让民众可以洗车 所以画面中这个 他们拿着水瓢一瓢一瓢洗 对 他们真的是用水瓢 一瓢一瓢的舀来洗车 但是虽然比较辛苦 但的确也很省水 而且使用者付费 一桶水是三毛新笔 所以说大家就会省着用 所以一瓢一瓢洗 要怎么样才能把车洗干净 我们赶紧来看看 把这个车浇湿了 灰尘浇湿了 这样我们就用布来骂 骂我们就用手 轻轻把那个水灯烧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能够借水用水 这洗一辆车来讲 比如说是一桶半的水就够用了 一桶半都可以 还是洗得干净 对 还是洗得干净 那再看我们怎样去 节省这个水 用什么方法 这样有的人是把这个水这样倒 就变成浪费很多水 看到他们这样洗车 我手都酸了 不过这是问了省水 对 对不对 而且面对水资源这个问题 新加坡人很早就有未雨绸缪的观念 对 其实没有错 因为新加坡长久以来 都是跟马来西亚来买水的 画面中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马来西亚输送到新加坡的进口水 那这个进口水 目前仍然占新加坡总用水量的40% 所以新加坡政府也希望 逐步的透过一些开发新的水源 像是海水淡化 还有新生水 来降低买水的比例 所以你这一次 有去参观这个新生水的工厂吗 对 那这一次在这个新生水场旁边 他们就有一个访客中心 那就是希望让参观的人 很清楚地了解 新加坡是怎么样生产出这个新生水的 所以就像现在这群小朋友 他们去那边参观感觉都好开心 对 没有错 他们其实在玩这些多媒体的游戏 那新生水场就希望 透过这些游戏 让这些尤其是小朋友 对这个洗水的概念 能够从小搭根 而且这边不止游戏区 这边还有超级大车拼 听说他们把世界各个主要城市 这个民众他们的用水量做一个评比 到底结果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 这个瓶子标示了几个国家 每人每日的用水量 台北有263公升 这么多 我们再来看看新加坡 只有155公升 这代表新加坡人一天 只需要用这么一点点的水 就可以了 看完之后 以后我一定要更生水 这不是为了跟其他的国家做比较 因为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本来地球上的 我们就要多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 对 而且新加坡除了洗水之外 他们也很护水 像这一次在周末假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他们的政府 在户外设摊位摆摊 你知道做什么吗 我不知道 招募水质工 听起来好特别 我们赶紧去看看 用人工打造的淡水库 滨海踢靶 走一趟他的游客中心 会知道保护水资源 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展馆外 新加坡公用事业局的志工 正在邀请民众加入护水行列 懂得治水的新加坡 透过志工招募 将爱惜水资源的观念 扩大到家庭和社会 要大家一起清水 护水 做水的朋友 我们看到志工保护水源的 这个行动非常的踊跃 但新加坡不止水资源 他们在环保方面 听说也是很成功 对 所以下一集 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看 新加坡除以垃圾 还有除鱼的智慧 你是说除鱼还有丢垃圾 也要有智慧 对 永妮你知道吗 新加坡丢垃圾非常的方便 他们家里厨房 就有一个小洞 你把垃圾打包好之后 从这个洞丢下去 就会掉到一楼的垃圾槽 可以集中处理了 志宜 听你讲完 我觉得我没有去过新加坡 但我确定我非常适合去新加坡 因为我平常很懒得出门去丢垃圾 那如果我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装置的话 我丢下去就好了 好轻松喔 对 但是你知道吗 也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 也衍生出了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啊 那到底什么问题 我们先卖个关子 下礼拜就会知道了喔 那这一次去到那边 新加坡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一下飞机就会觉得好绿喔 好绿啊 为什么 好绿 因为整个的人行道 就是像是一个大型的公园 两旁都是绿印 所以感觉很凉快 虽然它那边的气温其实还蛮高 但你走上那边 不会有那种很像东西 很厚俗的那种感觉 多инеoo 每个人都喜欢的 每天都会吃 三四两两三三三四的 第二天就会吃 全面肉 和我们一起吃 再加坡 多互动 一种 一种 我们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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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仔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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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种 它们小鸡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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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一种 现在 它们整个湿 上面 它们吃 一种 全部进水